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解的一個題目是一個練習題 寫出下列原子的路易斯電子點4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什麼叫路易斯電子點4的概念 所謂的路易斯電子點4 我們要先講到就是一個架電子的部分 那什麼是架電子呢 架電子就是我們原子核外面最外層的電子 就叫做架電子 原子核中間是帶正電 外面有很多軌道 假設在最外面這層這個電子 所以就是架電子 因為在最外層 所以架電子非常容易參與化學反應 而且組組元素 就稱A組的部分 它都會具有相同的架電子數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的1A組最外面的架電子都是一個 所以我們外面都只會點一個 我們看下面的1A組就可以看到 親外面一個 離外面一個 那一個 所以同一組的都具有相同的架電子數 第二個的話 元素的這個電子點四的話 我們以元素符號表示元素原子核以及其內的電子 然後用點點來表示原子架殼層 所謂架殼層就是最外層 架殼層就是最外層的意思 架殼層的電子就叫做架電子 那我們只表示架殼層的電子 就稱為電子點四 要注意喔 只表示架殼層 架殼層以內的電子不要通通點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1A組的話 因為最外圍的架電子數只有一個 所以它外面都只有點一個 2A組的話點兩個 3A組點三個 以此類推到8A組外面點八個 可是有一個是例外要特別注意 誰是例外 這個題目很喜歡卡 請各位同學一定要務必特別小心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點這個電子點四的規律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以碳為例子 碳的上面有個空間 下面有個空間 左邊也有空間 右邊也有空間 因為我們從1A到8A就是8個 所以上下左右各平均的空間 分兩個 所以一個空間最多就是點兩個 就點兩個 你每個空間先點一個之後 再繼續點進去點兩個 一路點到8A組 上下左右的各兩個時候 這樣就不能再點了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路易式電子點四的部分 那以碳為例的話 碳就要點四個上下左右各點一個 那如果到單有多的話 再點進來 一排兩個 我們千萬不要點成這樣 如果是碳的話四個 不要通通點上面點一二三四 這樣一路點下去的話 老師看到也會非常點點點 好 OK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題目怎麼去解它 這個練習題是寫出下列原則 只要寫原則而已 非常的這個單純 這個題目非常的單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詳解的部分 好 老師把這個詳解PO上來 邊看邊講 解這種題目的時候 我們必須先看出來 它到底是幾A組的 外面要點幾個 這樣才比較方便 所以看第一個小題 如果是0的話 如果我們有被周期表0的話 應該是幾A 是5A 5A的話 點出來就是什麼 外面要點五個 就會點這樣 那每的部分是2A組 2A組外面最多點兩個 加電子 所以每的話外面就點兩個 陽的話幾A組 陽的話是6A組 外面的話點六個 所以依照這個詳解的方式就會點六個 奶的話 漢南亞克先東 他是8A組的 所以8A組外面要點八個 碳的話是4A組的外面點四個 OK 所以照這樣點 那不曉得各位同學 還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如果沒有的話 就講到這邊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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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